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想在希腊很多里岛 不然是克里特岛或者斯诺利岛 很多这个岛的周围都有港口 不管是山港 或者是旅游的港口 或者是渔港 所以你看到港口里面 假如有一些捕鱼的渔船 你就知道这是渔港 那港是一个从陆地 要进入海洋的必经之地 所以假如你是一个捕鱼的人 你当你船回来的靠岸的进港的 你的心情已经会感到非常的轻松 所以其实我在港口拍的这个照片 我是要写那些捕鱼的渔夫 他们出港的时候的一种情况 跟回来进港的一种心情 所以我先从靠岸开始讲起 讲说这些靠岸的船 我想这些渔民 他们一定是非常快乐的回来 我们小时候时长 有意思说 爸爸捕鱼自己怎么还不回家的 那一种诗歌 家里的人在等待出海的父亲赶快回来 那么我想在外面抓鱼捕鱼的这个父亲 也应该他非常想回到他温暖的家 所以这种靠岸的心情是非常轻松的 但是你又不能够时长蹲在你家 你要出外面去捕鱼 那他去捕鱼的时候 我想他们一定抱着很大的希望 我这次出去 一定要满载而归的回来 但是有时候 土外人是看天吃饭 有时候出去都没人回来了 有时候要去赏鱼也好 赏白海豚也好 我抱着很大的希望 要去赏白海豚 但是出去的时候 都没有看到白海豚又回来了 这种心情我想是起起落落的 所以其实我们在港口的这个地方 可能会有很多的想象 那这些想象 你如何透过一个停航的渔船 跟靠岸的这个港边的一些情景 然后来书写你的这个心情 那这种虽然是试据 四段 就是四句话而已 分整两段 每一段只有两句 但是它是充满了一种生活的情境 所以诗应该更简洁 因为诗的语言 它是跳舞的舞步 不像散伦的语言 是散布的这个步伐 港 寇花立港 心情轻松 出海 压喜 抛出希望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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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